也是有做一些准备 但是这个阵容 卡的人的话可以选一下高清 卡的人调成高清 不要超齐 那的话你就不卡了 苏茂并没有直接撤回来 他还是在勾引 因为那个时候是小精灵 在下路河道死亡之后 马上踢到了中路 在后面蹲 就那一波反扑 是直接把这个拍拍虫救了下来 而且是反杀了一个6的蚂蚁 这个确实是各种细节方面 研究的比较透彻 好我们来看一下上一场比赛 这样一个整体的数据 今天比赛开始的非常的快 平时都是11点半 现在这个时候刚刚开始 但是现在这个时候 竟然已经打完第一场了 对 因为前述的红枣 这个水人其实没有怎么发力的 别的有点略快 MVB还是给到了苏茉尔的拍拍熊 苏梅尔 这个选手的个人实力呢 绝对是非常强 对 他其实在中路对线的时候 有一个机会是可以杀掉龙骑士 但是龙骑士也是很精彩的 一个绕树林吧 绕树林颗大药 对 他是吃开了一棵 这个堵路的树 然后通过这个绕树林绕了出来 绕到自己的塔下 这个操作后面来讲的话 确实还是可以的 但是出于这样一个英雄 在中期比较笨重的一个原因吧 他们只能说是骑脸 骑到对方没有任何一个反手之力 才能够印判这样的比赛 有很多水友是刚来吗 他问我许已经打完了 是的 你没 没有看错 打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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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本身有这个大招就比较难死 再加上有个小精灵的过载 加大招再救他一手 基本上是死不了 有一波他们其实抓水人 冰魂的大招给到了 然后控制他在前世上后开始 给传走 对 那波是控制不足 再加上冰魂等数要低 只有一几大招 有声音吗 什么 怎么样 啊 这个比 十九分钟一几了 还买了六个芒果 我操 妈的怎么 起来完了 起来完了 兄弟啊 叫了你一次 太累了 兄弟 我知道你睡到了 我也来叫你 我操 听到 我听到有人叫我 我感觉到有人在叫我 但是我看不见他 看不清 看见一个黑影 我操 然后过了一会 我就起来了 因为被四号位给压制了 看到这个局当中 三号位四号位经济是一样的 对吧 这蚂蚁也是拼命的在刷钱 我直播是黑屏吗 你又没画面吗 嗯 给到他的资源 也算是比较少了 顺风局还好说 因为你顺风局 通过平凡的拔塔 和拿人头 能够把自己的经济 给追赶回来 有残战的一个收益 这盘应该也是体现了 就是 一旦是你这个夺冠热门 太过于耀眼 就所有的人都会去研究你 把你之前的这个套路体系 研究得非常透彻 包括你的节奏点 你几分钟的时候 你这个蚂蚁喜欢在哪路游走 你喜欢干什么样的事情 在什么位置出现 我提前过来蹲 这个确实是 让人没什么脾气 嗯 那么一季也是 率先破了这个VP的不败今生啊 他们队员的话呢 是直接先拿到了 这场比赛的一个赛点 对于下一场比赛的话 二位怎么觉得 你觉得下一场VP有机会 能够翻回一个 之前有很多人都说 VP这个战队 虽然说现在成绩很好 但是 一旦是被人家研究错了 给打破了的话 有可能会有点点 一觉不正的感觉 但我认为 还是有机会吧 虽然说上一局 第二场还没开始 第二场我估计毛泽子应该会 利用这个时间短暂的讨论一下 再把他怎么打 这里 对 19分钟就被打爆了 好惨 说了好 这个胜率是非常低 嗯 所以很多人都已经放弃这样的去拿人了 对 感觉上来说的话 嗯 看到一条弹幕一直在说 风哥风哥 解说完秋季赛休息几天 休息差不多一个星期吧 都是有所准备的 我比较期待 下一盘VP 是不是能够拿出来一些他们藏的东西 对 因为之前像他们打这个东西 已经打得比较多了 风哥风哥 我现在打10S好厉害 有吗 真的 我下午打了一把 我抢了 打了一笔 就是我是希望他打满的 就看得过瘾一点 而且你发现没有 我们在昨天的比赛当中 第一局轻松取胜了 最后都没有胜 都被翻了 对 就是在以昨天的这样一个交战历史来看的话是这样 然后在上一局的话呢 一季其实也是对这个大鱼跟狗 这个组合套路移解比较深的一支队伍吧 他们做出的应对确实是让这边的VP啊 稍微有一点点难受 我们之前也说过嘛 一季这个战队 他们就是在MDL上面 击败了NUBI的这个大鱼小狗组合才夺冠的 所以他们对这套体系非常有心得的应对起来 而且还拿到了自己特别喜欢拿的这个小精灵 当时在这个屏幕上也是弹出来一个小贴士吧 就是说到这个在比赛过程当中 好像很多队伍都尝试放过这个一季的小精灵 有可能会是一个陷阱 但发现一季一旦说他下定决心要拿出来 依然很强 对 就是他们这个队伍 呃 体系非常多 每个人能用的应用都非常多 所以 呃 感觉准备的东西应该是不会少的 嗯 哎 所以你们知道我开了多少钱的箱子了吗 你们还要我开 开不停啊 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 这个选手你不管给他任何一个英雄 他应该都能够把这个英雄能够打出来最大的优势啊 给进一步的扩大化 你看到他上局在这个对线过程 然后虽然说这个熊战士在前期打龙几次应该是一个比较大的优势 我老婆问我 你怎么就是这么点 你把这些吃完嘛 哎 没有吃完就过来了 想你们啊所有们 因为我发现那个开箱子啊 哎 那些被封了很久的配字们好吧我也想你们 不刺激用伤人用伤人洗我脑的话 手机就不刺激 龙哥龙哥你想刺激的话 你就开这个火蛇的和龙居的 哎 我不 他能给我洗脑 他搞你啊 哎 第二排开了第二排开了 开了吗 刚才水果刷枪啊 肯定跟你说刺激的越刺激的越好呀 越刺激的是不是越贵啊 谁给我刺激的啊 我没看到 一击追着VP 终于赶上第二把了好吧 第一把打太快了我没来得及 大叔被绊了 太阳子刚才那一把大叔是把VP给封到了 赛哥那个大叔你妈比肯定有说法别啊 我刚才不是赛的大叔用的 感谢鸡鸡送的佛阳啊 结束比赛了 啊 他们两个兄弟都会大叔 刚才是抗拳的大叔嘛 抗拳的大叔 他两兄弟都会大叔你知道吗 在玩的小精灵 我就说哎这个英雄这两个B都会玩 而且这个B玩的也很灵性 他到处隐身擦眼 干可我操 而且大方的很完美 经常大三个大四个 大叔对 好吧 这个也很正常吧 就像卡尔这个英雄对吧 我们对龙神风哥也都会玩 屠夫对吧 龙神风哥也都会玩 一个队 一个英雄都会玩的话也是个好事 这样的话真的可以随便选 是这么一个道理 那现在 会威胁小精灵吗 小 我觉得小精灵还是一级的绝活呀 有 有一手选的价值 但是艾瑞达 艾瑞达是放出来 艾瑞达是放出来 露娜是被搬了 呃 那这样的话 现在一个VP想的是 搬了露娜 放艾瑞达 没有露娜的艾瑞达挺难受的呀 讲道理 我觉得一级拿小精灵更厉害 看他们怎么行 还是独狗 还是艾瑞达 请夜眼帮选择英雄 诶 这一手VP拿的我就觉得很好 蓝胖加火枪 这两个英雄其实很搭的 请天辉帮 禁用英雄 独狗泡沫 我觉得这把总感觉 VP要打回一层 如果碰 请天这阵队禁用英雄 很针对啊 刚才一击拿的那些英雄都被搬了 大树发条 大树发条 还剩水 请天辉帮禁用英雄 拉西克这个英雄 突然被搬了 他是觉得这个POM是苏密尔玩的 打中单的 然后艾瑞达还少一个跟他配合的英雄 拉西克就是跟他配合的英雄 这阵也确实有不少的队伍有 应该有个两身子吧 没事来一个拉西克 好像他比赛里 王见的不多啊 真希望 都是大鱼 大鱼 大鱼 大鱼挺多的 SK大鱼 这两个单号位 蝙蝠吧 蝙蝠帅个 蝙蝠都是被绊的 蝙蝠一般都是一半一选的 ㄭ Dark 现在一击需要一个切火枪的英雄啊 怕调背绊了 火枪这个英雄 打团 你能不能处理它是两码似 你管不了火枪 让他打团按活到最后 一出来就把它杀了 差别还是蛮大的 发条蝙蝠都被绊了 火强这个英雄趴那个压 大哥敌法火强应该停翻的吧 大哥敌法还行 小强三号位 然后大鱼也还可以 大鱼也还可以 包括哪怕包括虚空也 小强也停翻 就造火强 不过现在好像三号位吸口已经绝技了 好久没见了 来了大鱼 其实本届比赛 我感觉上场的英雄还是围绕着这些英雄 没有什么特别 特别妖的路 大部分就是看到这些英雄在打 有很多英雄我都没见上过场了 什么骷髅王之类的 这一届 英雄还是不多的 都是 就这几个选来选去 大鱼是吧 SK刚才说了 三号位就那几个发条 就这几个英雄来回选 包括DS这个英雄都选的不是特别多 这个英雄其实还挺厉害的 但选的不是特别多 我感觉Dota需要一个大版本的改动了 需要一个大版本的改动 就改动很多英雄 这个比赛打完不是出齐天大胜大改动吗 好像 不但出了这个英雄 然后连界面什么都变了 对大改动 要来一个大改动 是一个很大的改动 好吧 听说V色很有自信 要来个大改动的 连界面都改了 又改 这样看的话一击目前来说是比较脆的 而且没有能切火枪 选了一手比较肉的防目鸡 夜眼方选择英雄 这个英雄 勝率不高呀 这防目鸡点得 就这样吧 我感觉就这样 还是需要切火枪的 这个防目鸡最好是中单 酱油铺 这是最好的 那他应该是中单吧 三号位防目鸡现在很少有人玩 因为这个英雄实在是要肥才能打 一个不肥的防目鸡就跟纸一样 上去就死了 中单防目鸡打火枪 悠色陆埃瑞达Porn 那则差一个1号位和3号位一级 别人VP的话是中单火枪 猎士陆大鱼 差一个酱油和一个大鸽 男胖子的话 我觉得这把 一级的三号位也蛮不好拿的 小强也不是特别的好 只能说还行 VP的这种好配点 薩爾吧 配一個 一個薩爾還不錯 薩爾可以的 威脅中很好配的 大魚點燈 到時候薩爾留人也很厲害 對 然後加油 卧槽 雪魔 妖露來了 薩爾哥雪魔 打伐木齊的 這個英雄有看點啊 有一句說的一個 有看點 這個英雄沒聲音就沒聲音 但是有聲音起來好不好 它是非常有聲音的 然後這個一機是補那種煉金 很雜誌的英雄 這個伐木機是 烈的呀 風露煉金 這裏彈幕在說 毛子發瘋了 毛子發瘋了 要吃人 要放血 要放一機的血 毛子生氣了 要放一機的血 這個煉金有點肉不起來的 碰到大魚 雪魔這種 餓不起來了 對 餓不起來 六神勉強的 前七 震倒就死 有個燈 雪魔 火槍 我操這數數 這個VP就配個薩爾吧 都是充臉的 我覺得挺厲害的 雪魔追人 是吧 自己回來 還剩十秒 彈掉的全能騎士 請一致陣隊 敬業英雄 烏流騎士 VP的陣容 再拿個薩爾真的很厲害 我感覺 就差一手薩爾了 或者說 還是冰魂 冰魂也可以的 打伐木機 煉金 冰魂 冰魂也行 刻伐木機 刻煉金 對 打伐木機 煉金 冰魂是可以的 還能怎麼想的 備用時間 還剩十秒 這個 這個雪魔是他們的大哥來嗎 欸 半了小路拿了城 冰魂可以的呀 冰魂可以的呀 他這個 我覺得他有可能是 雪魔大水 當了關鍵人物 成一個F 把他帶回家 然後再踢出來再打 我再想這一把 這一把一擊這邊 優勢路是誰呀 破木啊 優勢路破木 優勢路破木 猫勢路破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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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有可能是 伐木機優丹 然後破木 二位達加城 鋼三 啊 這個路子有點腰 腰路 要放血要吃人 要放血要吃人 又要放血要吃人 末日吃人 雪魔放血 雪魔放血 生氣了生氣了 左槍爆他頭 要吃人放血 聽說你這麼快就把我結束了 好吧 我要吃人 我這把其實我蠻希望毛子贏的 看一下生氣的毛子 打第三場 講道理打比賽打大賽 拿出這種陣容 幹一把 好吧 蠻希望他贏的 看他們第三場 拿一個什麼樣的陣容 就是要飄起來才好看呀 玩來玩去就那幾個就沒意思了 債的陣 學一下學一下 這邊是一擊第二時間段 開了一個軌跡之物 先來殺一下這邊的醫學 龍山是謙虛啊 陣都要跟別人學 龍山雖然說他叫債 但他不一定什麼英雄都比你厲害啊 噢 他就是比我厲害 你太低調了 龍山 誒 裸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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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的醫術 完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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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一箭 完美一箭 這個一路的 是沒有K了 K了 這個練精 這個練精舒服呀 好 這個眼位我覺得不能插太常規 對 插這邊 這個高波很容易被反 這個眼位 誰 誰會想得到他會插一個這樣的眼啊 不會插高波的 這個眼其實還蠻好的 左邊的眼啊 右邊的 這個眼反不了感覺 很容易看到雪魔在幹嘛 好生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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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下路 來得及嗎 來得及 他兵都不卡了 來得及啊 來得及啊 算了算了 他放棄了 300塊 我是他我不放棄 他看到大雨也下去了 他怕到時候下去沒空到之後 回來兵也沒卡到 那這樣 就雪崩了 那這個衣雪 拿了也就300塊啊 沒有空到服 好尷尬 是有點尷尬 走路南旁的健身 這臉擦眼 這有點看不起眼淚啊 看著臉擦一個眼 對呀 這這 當臉擦眼 過分了呀 這邊杜姆是抓著沉的寶寶嘴 我操 杜姆 好他媽不講道理啊 把這吃了 我操吃掉了 我操 強吃 大大被吃了 哎呦 好痛啊 這個杜姆是那個4號 會拿一個嗎 對對對 好呀 大大被吃了 好強啊 他在把沉沸了我感覺 八八無敵了呀 那這樣的話 沉不到三 我覺得 就別去惹多姆了呀 不是他去惹多姆 是多姆抓著他 我呀 抓著這個寶寶就是 難受 中路這邊 鏈金是被打得很慘 但是派過來了一個雕哥 雕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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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幫到鏈金很多 鏈上一霸 得一敖 吹他媽 吹風應該差不多能把火槍的次數耗完 很難受很難受 可能要死的這樣吹 可能要死的 吹 吹 我感覺鏈金要是跟過去放過酸物是有機會的 那人胖怎麼說呀 哪怕在臉上呀 剛才 剛才火槍只有90點血了 放個酸物打斷一下大藥 90點血 然後再燙它一下 一級酸物打斷不了大藥吧 能打斷嗎 打斷不了 打斷不了嗎 我不確定 我不確定 我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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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又知道啊 我感覺打斷不了 有時候說大藥吹沒了 大藥是肯定吹不沒了 大藥一直能貼的 吹風是打不斷 那個消瘦的吹風是打不斷大藥 這個我知道了 我覺得念經的一級的5515點應該也是打不掉的 現在沒有那麼細 一級好像是15還是20可以打得 我忘記了 一級的5應該打不掉 這個杜姆又來找塵了 塵還是挺難受的 這個杜姆來找他 這個杜姆很會躲視野我發現 他知道這邊 他上把玩螞蟻就很會躲視野了 他看著呀 他看著這個塵呀 那這樣打的話 在這個塵到目前為止有點廢呀 才一級 難受呀 你被一個杜姆彈 你看再拉完眼之後 他是選擇了去上面走 這邊 天生 欸一個關 有人馬 有沒有機會 才不來胖 有機會 放了一個 葉 出錯夠了 我喜歡電身 咳咳 不醉 在的人馬在哪招 但是這邊 多麼焦土 有大賞 烈火刀 沒得 欸 看這個散彈 欸 大藥 我操 他是沒有關的 這個艾瑞達是沒關的 這個大藥是艾瑞達幫他貼的吧 他自己的大藥剛才貼 他停下來貼了一個大藥 6啊艾瑞達 愛心大藥 我操 看得出一級的細節都還是很好啊 這兩把 但雖然我 比較意外的是 這個甲野一直沒有貼貼 我操 上路一個 金的 好舒服 好舒服 有一種說法叫做 他剛才快五級了 可以吃到一個 變得經驗學三級的貪男 再把那個 符刺下去 不是效益更好嗎 他學了三級的酸物 他可能覺得這把學酸物好一點 這個不差點點下路 關注雪魔 熊怪 熊怪 好像沒有踩到 也沒踩到 但是有熊怪 熊怪 熊怪有減速 雪魔 切力麻 切力麻 燈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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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踩到 很尷尬 不應該 這是代格的城 這樣一看的話 你的自信 這樣一看的話 就不一定我厲害了 不一定 你沒自信 龍神 雖然他叫在 但他不一定什麼英雄 都比你厲害 好厲害啊 又是繞後殺雪魔 藍胖哥在真眼下面 插了個假眼 這個 大魚 這大魚最早是打2 打破母的 後面 被破母壓得有點慘 被RTJ 這個破母壓得有點慘 下路 還是想游這個雪魔 反目擊是有六 是有六級了 馬上 還是關到 破母有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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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魔剛才是可以走了 但是藍胖躺槍了 他擋一劍 即使剛才不擋劍的話 也射不到雪魔 我覺得射不到 完了 那個劍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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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藍胖不知道呀 肯定要為大哥擋刀嘛 他覺得他自己死了無所謂 拿命一條 不這樣有嗎 破母開大 這邊是要殺火槍手 RTJ關到 關到基本就走遠了 一個關 一個關 酸悟 新洛也沒打 還是打殘了 就是沒死 這新洛也沒打 打個新洛都必死了 有一個大殺的波 是收掉了 RTJ 他沒必要想辦法 有傷害加深 走過去一個新洛的火槍 肯定就死了 天灰下塔 正受到攻擊 夜眼中塔 正受到攻擊 現在的話 VP前期4比0比4 線上分裂 正受到攻擊 夜眼中塔 正受到攻擊 這個破母馬 在射箭方面 肯定是不如我的 好吧 但是在刷起來能力 離線了我幾倍 看一下經濟 全場第2 補刀屌 這線也屌 但是這邊 VP 突然就把下塔給扒了 這個塔扒得有點略輕鬆 他本身血量就不高 這場A兩下就沒了 把他好輕鬆啊 開悟了 但是這樣的話 VP自己的上塔好像也 也沒怎麼防守 也拔得挺輕鬆的 也拔得挺輕鬆的 這個城 你別看他等級 其實他是幹的事情的 他一幫了煉金 二他有4個助攻 這邊4-0的人 偷偷跟他有關係 他自己角度不好 但是團隊的角度還不錯 他就是幫隊友打局勢的 他知道自己發育也發育不好了 他幫隊友打局勢了 各種幫忙游走 游中游下游腦 這邊VP順勢推中 這個過程 現在的話 這個周路也是 被破了 周路一被破 練精就不太好刷野了 很難受的 其實 那這邊彭骨開大 要守 第二時間想守嗎 這個路子還挺腰的 陳也包了過來 這邊TP路是伐木基 這邊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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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狗猛很快对一个人物有没有控制 狗猛 买掉狗猛 哎呦 哎 雪木来放血了 要放到 雪木也不在 这样的话其实 一击这个人头拿的燃病团呀 塔破了就杀了一个狗猛 狗猛是个这样呦 还行 终于没有好 呃 不算其实不算 因为 他们这一波想打肯定是不想 不想只杀一个狗猛的 因为权回来了 其实破木本来是在上路打钱 可以打很多钱的 但是他们有链金在刷呀 链金 没有那么的赚法就是 这种局势他们是可以接受的 5-0能杀人被破一两个塔 可以接受 只要链金一直在刷钱就行了 链金是不是买过东西了 怎么感觉有点穷啊 应该会买个需要卷轴吧 哎 没买 分钟 装备有点穷 还要去买块 我还要去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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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可能是小剑买多了 买了个 穷鬼队买了个瓶子 买了一个 刷子 下路程 又有一次雪魔一脚踩 失踩到了 吹风 有机会一个轮盘一踢 这个程 这一脚可以啊 没人帮他进点的 你看看那个雪魔气过去 我以为他会气死 我那个伐木器那一踢好远 这个成绩都可以的呀 是可以啊 因为它被 它是被针对的成 它不是那种 自己自己玩的成 说什么打打野 干渴干渴 到处在干事先 这 这在干嘛呀这两小弟 感觉VP有点迷茫呀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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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邊抓到毒狗 到了一個擦眼的時候 但是也沒坐下來 三個剛走 這個煉金這樣刷錢也沒人殺到他了 那這樣的話他就很舒服了 POM也沒人管的 上次刷出杯子 600塊錢,他先吸了 POM 沒蓝TP 我覺得他應該知道他沒蓝TP的 知道的知道的 他不放散彈嗎 這怎麼不放散彈 POM自己在找 POM自己在找 POM自己在追,沒交流 POM在找呀,POM好急 POM不應該呀 POM我覺得他肯定知道POM沒蓝的 POM一直在找呀 POM一直在找幹嘛呀 火槍省一發散彈 火槍 POM POM該呀,這個交流就出現了問題 P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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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gning P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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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S POM 沒發現一個問題嗎 這個B剛才空穴沒死 你沒發現嗎 被關了之後 現在一次都沒死 為什麼破門的跟劍沒有中 現在你們應該知道是為什麼了 關到 這個可以同樣的 主要大招 光流星 我們還在這 我們把大招了好像 大師交 我們就過來超級秒掉 這邊修了一手火箱的狙擊 大魚加了 他兩個都沒大 大魚好像又空彩了 空彩狂魔 一把就是這個大魚空彩 其實問題很嚴重的下路那個空彩 反正的这个比完大约 一击这个战略还是强啊 感觉他们小组赛潮得挺深的呀 我一直觉得一击很强 这个比赛的小组赛是个卵呀 今天在讨论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说了 跟宝贺他们说 一击好吧 这个比赛的小组赛打的是什么鬼呀 小组赛怎么打都没关系 不过这样倒台 淘汰再把你干了 管你第一还是第几 这边大鱼 空雪的石头人都不打了吗 放雪 这边一个船 这船了 这边独狗 独狗死了 之前我看到的选程 有可能就是这个套路 我就是血魔大我 我在塔附近 因为炼金那个时候前面一般是防守 很少有炼金 前中期去推别人塔干嘛的 这个时候城市很容易救到的 这个城市好难玩 吃一个点一个 但是猫子现在也不断呀 他一中少路破目单带塔 有人提回去 塔单哪也太熟了一点 哎火箱走 哎想抱头但是晚了 对不起对不起 火箱走大刀是有一个打断的 他要踢下来直接是斩蛋加暴头 他要预判破目直接要往里面跳就来了 踢下来直接大就可以了 大刀踩手还是蛮慢的 踢下来直接大应该就可以了 我感觉 破目跳的话他还是能大的 踢下来直接大刀往左边跳不就跑了 那跑呀 想到你该跑的要跑呀 这边说没有大概十七分钟 能做出会药 也不算无解肥 还是被骚扰了 会药了会药了 十七分钟会药 一个比较 哎呦被关了这兄弟 好幻想 这妈这兄弟又被关了 这把这个伐木机 哎呦这边VP想偷盾 有雪魔打盾很快 雪魔加大鱼 这把这个伐木机比我想象中要穷好多 伐木机 三杀零子啊猪猫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 有RTZ的POM和苏梅尔的链金 他的资源太少了 不是他不会刷 这把POM刷的很多了 其实这个POM在上路就没走过 你没发现这问题吗 这条路就没有 那中路要让链金 他只有伐势路刷 他的资源太少了 没办法 那补刀就知道了呀 POM118个链金118个 这两兄弟每人 他妈排第一第二的链金哪有先刷 啊那个那个伐木机哪有先刷 我说他出的装备看起来有点穷 这个板架带在身上 900点血 没有点少好吧 我感觉这个比伐木机血少得有点可怕呀 就是这个装备给人一种错觉感觉他很穷 900点血 确实的感觉 质量是有 但是血量的上限不足 他要出血精太快血精 直接莲花了放个鸡 莲花能解 DOOM 解不了DOOM吗 取魔袋也解不了吧 解不了 那出个莲花就为了解个点灯 他是出个莲花让别人不大 你懂吗 哦 比如说他给链金掏个莲花 你血魔就不敢大他了 DOOM也不敢大他了 他提前放了是吧 对保护队友这六秒钟的安全 他应该是这样想的 不是用来解禁的 我现在一击金掏领先三千多 经验落后几百 我感觉就这种局势的话 VP应该是不劣的 虽然说人头落后 但是局势应该是个五五开的 对面有链金领先三千经纪一点都不过分 这一波推进一击可以放呀好像 一击打不过 招的好开心不想守 他们现在打不过 我觉得人头一直是一级领先的 但是场面毛子打得更凶一点 毛子现在不劣势呀 他们只是人头落口 经纪经验都没了过多少 毛子打得更凶一点 场面 并不劣势好吧这个 而且这把毛子打到后面 练金是挺烦血魔 诶 这边破幕式反开了一个大招 小鹰一手上路的火枪 但是火枪有盾 但是这边有大鱼杀了过来 想上车的宝宝一个怪 小鹰一手上路的电厕 跑得很及时 哎呦不该了呀成的宝宝 很嘎残 倒了一片 火枪有蓝胖的这个buff好吧 好舒服 好舒服真的好舒服 火枪就是缺移速攻速 放血猪模式 我都没看他装备我操 点金手 他很早就出点金了 光刀点金 又续好吧 就是打后期 就要打后期 VP不虚的呀 对 杜姆的话现在在说就比较穷了 杜姆是在出战 呃在出那个 祭品 杜姆14 杜姆在出祭品 战古祭品 火枪的话也是大推推做出来了 两边都是找到了合适的时机来推塔 所以说导致另外一边都不特 不是特别好守这种塔 你这样来守的话 很容易就被别人吃一波 不是说被人吃 就是你用5张TP 你得去5T5个 第5个很亏的 你5个人同时不干事去抽塔 然后别人就走了 要吃亏 各种换塔 各种换塔 诶 都是打自己的节奏嘛 但是高地 我觉得还是得回队啊 看一下谁先头 头 看谁的头印 看谁的头印好吧 谁不回 诶 这边VP是提早回去了 看一下这边 阿塔都要守 阿塔都要守 要踩 POMO 成船了 船了 船了 一两招 毒狗关 哎呦 这个套路 这样的话POMO没有死 是死掉一个毒狗 但是成的宝宝又留下了许多 你干啥 这样的话 还是 你 虽然说POM走了 但如果POM没走的话 就学亏 稍微的接受吧 成的船家毒狗的关 就是一手无敌救呀 没办法 这个阵容只要炼金露不起来 一击往后期打是很难打的 我觉得 是不好打 说句实话 一击 一击 有点被动了 就是一直被抓着打 这样炼金刷起来也 刷得不是特别快的 很难受的刷起来 刷起来 正面不一定搞得过呀 就算刷起来 打到后面也不一定打得活 对面有Doom 有大鱼 然后还有雪魔 还有火窗戳 完美输出 零空消失 闪见一波吗 这波 这波Doom有大招 这边两个伤害加深 一个Doom 一个大鱼的点灯 一个雪魔的 大鱼的点灯 够了 就是看着 看着个目准 散弹 给了整一个暴套 哦 哦 再直接看出了 没可能 大鱼跳他两个 四哥关一手 连火了 是我自己是的Doom 但是Doom是个酱油 还一样 炼金被秒了 阿姆基也是倒下 满活过来的苏梅 一个一 给了雪魔 阿鱼又是个挑才 漂亮 观像要被 火象要被观像打死了 幻象打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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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TD 幻象厉害啊 这幻象 雪魔 幻象好厉害 飞翔的荷兰人 让我想到了一个 飞翔的荷兰人 飞 哎 好像是 雪魔没TP啊 他可以假装自己有TP啊 等一下 这一波 这一波 一击也没 多赚 因为炼金 整个点满活了 第一击这一波 不赚 第一击这一波 第一击这一波 输没有的细节好 他幻象绕后 没有跟本体一起冲 对 他幻象看到了控血的火枪 如果说这个火枪不去切的话 这一波团就输了 兄弟 还在躲吗 兄弟 怎么没运TP啊 他肯定要躲啊 他不躲他就死了 我感觉躲 躲差不多就走了 躲太久了万一 他等下波兵出来 可自己加个第一点金手 吸血 诶 可自己加个 我等队友过来掩护一下 走了走了走了 他等队友过来掩护一下的 他不等队友来掩护 其实这个时候 他可以点大爷吸血呀 其实 其实啊 BP这个阵容 都有BPP之后 BP就玩不了了 不玩了 破目第一时间速速就打不上来了 破目机的速速也打不上来了 破目机好惨 帮 帮 帮队友加了个莲花还是干了什么 然后一个T打上去人就没了 这边 血模式 马上有BKB了 这个异熊 双刀BKB 二十几分钟 打团还是非常强力的 很厉害 兔脸吧 火枪的速速也 也有 这个血模 舒服 大哥待遇 主要是有个蓝胖的BUFF 你知道吗 对 蓝胖这个BUFF 给血模加也厉害呀 兄弟 杜姆有BUFF啊 杜姆到后期 再吃个头狼 他移动速度是加百分比的 血模那移速再加个百分比 我操那不是吃人 飞翔的荷兰人呀 飞翔的荷兰人 他这个阵容唯一的缺陷是线上弱一点 对线上很弱 他第一把其实线上也很弱的呀 线上也不强 我们这个英雄 空间还是小 现在就看苏美尔六神的最强一波 好吧 在一击一击就在等炼金的六神一波 六神那一波打不赢的话就很难打了 A帐的话都能养 但是 A帐他 啊 伐木鸡一样伐木鸡还挺厉害的 伐木鸡一样成都还不错 暗月 掩护我们 那边是破破开了个大招 一击想出击一波吗 这个大招好像被看见了吧 这里有个眼 眼下开大 直接直接走了 开大 开大 武枪手也是在做BPB BPB差一千六百 差一千六BPB 其实现在VP的话就没有那么急了 VP现在一点都不急了 他们现在刷了 他们就是场上很普通的 走在哪刷在哪 对面都在躲 打后期也不怕 是吧 打后期核多 我真刷到负心 蓝胖子配四盒 简直完美 等杜姆也成型了 又死三 这个陈这把是真的难玩 点金手下杜姆 好惨 这边是设造了一个 刚进去打盾的蓝胖 不敢来啊 但是来不及啊 不是不敢来 想来哪来不及了 咳咳 这个火箱下的两发闪弹 直接往外面甩 我想说马上BPB了 有BPB真的是 占占卢了就 我蓝胖给个BUFF 这占卢速度好高啊 虚空在他的大招里面的移速是多少啊 一千 我能知道的话 好像是一千 雪魔能度过一千吗 雪魔肯定能啊 最快移速的英雄应该是雪魔了呀 雪魔能突破一千 中路雪魔被大了 但是有BPB 雪魔就没怕过 很耐心的就走了出去 因为这边 因为这边 一击这边没有硬控啊 除了碰木剑 拔木剑 那个链剑的 链剑以外没有硬控啊 两个控都是都不算 很美 听说有雪魔 对面有米波的情况下 五个空穴加五个移速 两千多吧好像是 哈哈 这好夸张啊 五个全打残 Dome想赢一波这边的RT里 反应很快 Dome做的把跳 那这样的话 现在VP就厉害了呀 火枪BKB 雪魔BKB Dome跳刀 大鱼也是更零 宇宙哥 宇宙哥 这个幻想差点三秒 伐木剑这把还是穷了一点 其实这把伐木剑肥一点 PoM稍微穷那么一点点 PoM这个英雄的经济真的是 很虚的 伐木剑肥起来可以租对比 后面提升真的不大 除非他 超超超超超肥大 打到后面能转目的 那又是另外一个境界了 但是最近很少 那种PoM我看苏梅尔打过 其他人我没见他打过 苏梅尔那种PoM我打到后期 是金箍棒大炮蝴蝶的 厉害 他先出A帐虚灵刀 然后虚灵刀拆了 改蝴蝶 再金箍棒大炮 我们开了个大招 他现在是坠落的时候 再往后期他 每过五分钟他就 再往后期十分钟 他就不肉了 现在是坠落的 每过五分钟他就 变得不怎么肉 每过五分钟 每过五分钟他就 弱一点 这个二塔一击也没有想打的意思呀 这火箱的双倍斧 你敢打 三百光加电锤 加湿雪 再加血就狂暴 拖上里 他就不敢打 我将弓山上帝 再拖上去断兵呢 没兵 倒兵断的 断得人行 这样的话 一击是给你玩起了兵线这一说 好吧 跟你玩兵线了 但是BP不怕拖业 你断兵我就打钱呀 杜姆没有出个点击手,杜姆要是零星点出个点击手,对吧,打啊,跟我往后去打,打到50公斤 打到后期,这杜姆他妈也是个怪物呀,杜姆这英雄六神好厉害啊,随便打链金 六神比链金才厉害他的六神 杜姆六神就是抓着破木打,破木你妈看到杜姆就吃一个大,就废了 打到后期他要什么跳刀冰甲刷新球,A仗 对,先击两个,没有出点击手 我觉得这时候一击得找机会打,一击不找机会打的话,越拖到后面越难打 多打扫,要找到一波合适的机会吧,多打扫呀 有一种可能是觉得防木机的装备太烂了,跟他来把A杖 两个A,也可以 等一个防木机的A,我觉得防木机这个装备太需要一个A了 两个A再打也是有道理 对面VP是不等你这把A了 不给机会啊,VP不给机会啊,这个火箱手 但是他为什么不发一发散弹呢,对,不发散弹 最后一发散弹了呀,风哥他不舍得呀 这边四眼,这个特高的四眼,VP做得相当的不错呀 三阵眼,高第一,假眼 再不回来,又没了 想打,先进一个洋,给了大鱼 我先扛在前面,哎呦,BKB交了 抢我,全部都吸血 我觉得BKB没了,但是BKB没了 还不走,陈兄还不走就是要拆,你怎么了我有盾 强行破路了,他不管了 独狗和炼金看不出失误了,被大鱼藏了两个 杜姆大了,伐木鸡 伐木鸡,哎呦,这伐木鸡 伐木鸡秒躺 可以撤了,可以撤了,赶紧跑 不跑出事了 火箱盾到了,火箱盾到了 杜姆大爷没了 炼金跟独狗也尴尬呀,一个一甩,我去地马就被关了 我就没看到这个炼金正面扛上去呀,这一波 这一波炼金为什么不去充火箱的脸要去 他怕杜姆吧应该 杜姆被他们接受 还是还是得扛啊,你不扛的话你就割了这一路 就是割了 这一路不太科学呀 帽子这一把的是后期阵容 还是打到后期的呀 他们这一手 我看到他们那一手,第一手蓝胖加火枪 很搭,给我感觉这两个群就是搭 后面来了两个妖鹿呀去,摩加住姆 要吃人放血 一击被破了一路有点急,这边能不能抓到火枪 推了一下,碰不一箭 大鱼,回头一个叫踩 三个,雪魔一个臂 雪魔被大了一下 雪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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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魔好弱啊 雪魔没死,炼金扛不住了 电竞有点扛不住了 一个爆头,一个FG带走 雪魔是被堵死了 艾伟达也被火箱拘死了 掉了个宝石 换的话我觉得VP是赚的呀 雪串呀 赚的一逼呀 这边一哥二哥全死 杜姆活下来到时候又更新装备了 这个杜姆马上冰甲了 雪赚呀 这杜姆肉起来,一击之后就真不好打了 杜姆冰甲,刷新,连上队 这个要硬着呢,之前说过的一句话 打团还是有大鱼,抚王HK这种英雄 打起来舒服 打着打着给你,诶,来一下 零体控 对 小鱼的这团 一击之后就是没有这种英雄呀 这个火箱有点bug好吧 被迫买火,那这样的话 对吧,感觉一击都远了呀 大眼睛的毛子不推了 这一波走了,诶 你买火我走,你难不难说 毛子是双冰眼,火枪冰眼,血魔冰眼,双冰眼都好肉 2600血的火枪,2800血的血魔,我操 这个火枪血魔给他加个嗜血 还有吸血buff 诶,这边要撞到了,大鱼撞到了炼金 直接秒摇 踩得出来,退走,但是被炼金砸死 随缘剑法,没有收到 这边也是感觉到了,要主动了,真的要主动了 不能太被动了,再被动就没机会了 他们炼金越往后打,他越弱呀 越被啊,一定要找机会去抓地面的人 让VP抱团就打不了 这个A仗打到现在也没有养出来 他这个火枪出大电配血魔好厉害 他团战他只要电到小兵的都吸血 各种疯狂吸的 而且他输出也够 输出也爆炸,然后攻速爆炸 血魔的,蓝胖的buff加上血魔的地 打传绿不秒火枪,哎呦 你秒他,他只要电死人了,电死兵了他都吸很多血 疯狂吸血 跟打PG一样 套路呀兄弟,这就是套路呀 是套路呀 这个,毛子来打这次比赛是有所准备的呀 这个,这个是标准的套路呀 他一选蓝胖火枪是吧 先把火枪准备好蓝胖的buff 血魔又没人办 血魔不会没办 对 哎,这边独猫直接打到了PoM 先残了一下 先一个残兽,残走 那这边 撞自己死了 留下一个带 脖子的话也是快刷了,还没有刷 还有几十秒 开一分钟 看一下,这边一击能不能造出这个机会啊 杜姆的真空期一百多秒 乘三十秒就活了 有个真空期 帽子的大招,原来不只有一个四号尾蚂蚁 还有这么一套 磅雪吃人,我操好野 上一把想着赶紧击了,我们要打那个套路了 兄弟,一言不合就能捧疼一个大 诶,PoM刚才不是TP了吗 对啊,一号路也乱了 RTD吃,手抖了,断了 大赛紧张选手,难道是 紧张了,我看到他不是 我说我炒这毛子好凶啊 见面就是一个大 然后PoM踢了就踢走了 结果手一抖 被血魔的气死吓到了 其实设置里面有一个东西很好用 只有按S的时候可以打断TP 这个东西很好用 就再也不用担心手抖的问题了 这个设置有些情况下也挺烦的 万一他GP甩下去 发现里面有五个人 这个时候想取消,忘记扣S了 哎呦 忘记扣S了,肯定他自己有问题啊 我有过呀 我上次赶来这个设置 我就一直把英雄往右边动 我就想到我踢不下去了 我一直在点右边让他移动 然后他妈B都不取消 接下去被五个人抖了 也蛮讨厌的 你就用惯了自己的设置 一般是不会出现刚才那种情况的 我打 打职业打了这么久 基本上很少发生说按错了 很少的 但是你有时候 比如说你TP下去守塔想留人 比如说你是一个SK 你想踢过去第一天刺人 或者大鱼人想TP过去第一天跳踩人 你这个用是有作用的 你这个用是有作用的 按Shift就行了 毛泽的一波进攻 火枪带盾 这一波毛子 走位躲一下剑 强壮的毛子 他只站着四血 一个关 大鱼跳踩 两个关 这两个幻象 火枪的那种幻象好厉害 这两个幻象把火枪打残了 快死了 一刀一个大鱼 碰碰一剑 但是毒狗这边先找 吃了个奶 火枪 火枪吃了个奶 又战枪了 我怎么看着他是把奶直接点到火枪身上的 一个窦帽给了防火机 放血之魔 放血之魔 杜姆 放血了 杜姆 这也是非常的危险 被关在里面打 诶 诶 诶 这波火枪少了个金箍棒 打那个破木一直miss 诶 输出还是差了那么一点的 输出 这个时候输出差了那么一点 他低波打高波一直miss 少了个金箍棒 这波买活了一个破木买活了一个城 对买了一个破木城 两边都能接受吧 我觉得两边都能接受 VP稍微亏一点 VP还是亏了一点 诶 诶 哇 有风哥的套装 不可能吸尖呀 风哥 这火枪猜个金箍棒好吧 就进化了火枪就直接进 火药这个miss 有时候 容易被人忽视掉 你知道吗 诶 没蝴蝶就不注意 但是打传的时候给你来 拿下miss 诶 好烦啊 最主要是火枪射程员 他经常打传战低波打高波 他必须要进入忘水 看一下链金是 哦 现在还养不起第二把 装甲 他是强西西娃 装甲 到时候再把西娃卖了 或者 把西娃卖了换大鱼吧 看吧 看吧 我觉得他可以先养一个A帐给成 到一个 他不会养 他不会养 我觉得四十几分钟 成的A帐不厉害了呀 那你也没用之吧 他给自己更装备 感觉用处不大了 太晚了 你招了远古远古也是不肉的 防火机吧 防火机有了呀 就不会养 再不会养 再养 再养就 养破米 养破米 A养卖 就不养了呀 不养 不急呀 除非实在是太有钱再说呀 放雪之魔是更新了一个强席 雪魔处强席好呀 杜姆冰甲雪魔强席分配的非常合理 然后 野战 说句实话 VP 好打呀 三甲好吧 祭品强席兵甲三甲 他这个肉骨 好怕一击好怕野外伸打不过 只能手高 手高的好处就是 杜姆大刀的那个人 是吧 可以往全水撤 对 沉一个救 如果一个地 就救到了 他全水测完之后 可以再出来打 如果你在野外的话 你被传回去了之后 就是五打四 这边 这边VP是不急的 因为其实火箱现在带盾 并没有说他跟 最近一个装备更厉害一点 带盾不厉害的 说错了现在有点 全新金箍棒 给你他 对 他可听个金箍棒 毕竟大力还多了 这边反而是一击开悟 打一个人不急 男胖子是站在这里 要先人了吗 兄弟 不急 破墨补了一个大招 装 装死呀 诶 这边流淌了这是谁 火枪 这边开出PKP 最秒了 大余一个台 踩出一个伐木机 冬魔 冬魔 冬魔的大力是给了伐木机 雪魔不敢动 烈机又谁的牙 冬魔 伐木机倒下 冬魔也是倒下 雪魔 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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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抠死 抠换一了 抠死了 但是 还剩一个蓝胖 这部VP没有想象中那么惨 在火枪先被秒的情况下 他们是打了一个三幻啊 没有想象中那么惨 我还以为这波VP要不打个什么一换四啊之类的 这一波正常来说很有可能就被打炸 还换了两个人 自己也跑了两个 你没看那个雪魔好厉害 这个比顶着好多人啊 硬生生的把城给扣死了 他的装备刚啊 阴眼强死 他是先顶着自己的大 他刚才那一波是把自己给大了 他大大的也花 这不要比高 先太原来冰 想破掉一路 炼金怎么没来啊 这是个问题 好像来得及啊 炼金来不来得及啊 炼金来的这一路肯定没了 有塔房 炼金为什么没来 炼金为什么没来 炼金最少必买活吧炼金在的话 炼金在的话 这就尴尬了啊 苏妙 不应该 苏妙有飞鞋他都没来 不知道想干嘛 应该啊 兄弟 对 最起码最多是要兵满活的 他们想赢就是 打团先抓一个 像刚才那样 先把火枪秒了 刚才团队是完美开团了 对啊完美开团啊 我觉得 这个 这种强队 一般 也就只会给你这样一次机会的 保持 保持乘以二 我操这么多保持 掉地上没人捡 我觉得当时VP的想法是 一击是不敢出来的 你看蓝胖的走位就知道了 根本没有想过 一击敢冲出来打 火枪不被打先 可是VP是随便打的 但现在的话他们就谨慎了 不太会 在那样落单了 可是别的一击 这波是他们没有抓住机会 明明可以破路 是没有抓住机会 是可以破路的 你不会觉得下一波团队 你还能先把火箱给秒了 下路有一个双倍 这个双倍很关键啊 肉3是 肉3还有一回 雪魔咽了个货 雪魔咽了个货我擦 这一把打到大火机 破木其实可以是转物理的 但是现在这个破木的这个经济 他现在的经济是不允许他转 有点尴尬 有个六七十分钟 他差不多就转了 然后你给他一个A杖嘛 是的 我想飞一遍 黑岛中路 这个位置好像是很尴尬的一个位置 要不要来一箭 要不要来一箭 先手直接碰不见 诶 路上开队杖 上路去这边一套 顶着莲花 南炮 南炮 南炮倒下 这边 南炮是点水 二位打 烈金烈金烈金 烈金烈金 烈金根本顶不住 双强也顶不住 火枪只要在输出 这边VP就不可能输 对 你只要有个火枪一在打 确实是不知道怎么打 这烈金 虽然说烈金很肉 但是碰到对面一群障害也架不住呀 什么雪魔啊 杜姆全在往烈金脸上冲 杜姆那个烈火刀打得很厉害呀 上来给你拦一拦一拦 还是一个问题 一击不抓大哥 打不了团 一击没有抓住刚才 对面给了一波机会 没有 现在想 再打这种先秒火枪太难了 火枪哪有那么好秒的 波波团被你秒 说白了 现在一击的命运是掌握在对面手里的 对面给机会 你就可以 这火枪 你就可以赢不了 天灰金不买火的话 这一路没了 你一定要买 天灰下塔 一被撕毁 还是肯定会买的 好吧 就是他想先关到人 然后接接了箭之后再买 全这边大鱼也不在 全这边大鱼也不在 可以了吗 他们只有三个人 另外南瓜和大鱼 这火枪 他这个出装 你别看 他2885血 有BKB 你想冲的脸 还没那么好杀他 你拼这边还是比较稳健的 毕竟输了就淘汰 他知道链金可以买 然后路上又刷新了 肯定先打个盾 稳稳的 因为这个盾肯定有人带的 杜姆可以带 我也可以带 飞鞋都不要了 站鲁 站鲁 这火枪 你妈了个B 再吃个银月吗 站鲁 可以吃银月 完全可以吃 把银月吃了呀 六千八百块钱干嘛呢 他的攻速0.43 吃个银月 再加个攻速 吃人呀 可以买活呀 对 我账 几千多块钱了 该吃的银月要吃 撸呀 吃银月撸啊 还能买 他可能想更新大剑 他可能想更新大剑 他下开 中文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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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提供